他 他刚才下水了 我想捞他来点 是啊 是不是张新峰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有没有跟你说 我不知道你会这样 为什么还要回来 我当时就那么一击 他还真就上当了 还要跟着我同归一劲 然后呢 现在酒店上下都知道这种事 他取悦不成 发到癌了马总的眼光 这酒店 现在是马总的心头肉 他这么一闹 肯定不会带着他呀 这小子 本来我以为他有脑子 现在看来还挺有脾气 你呀 也就是命大 你那一套啊 对付小流氓可以 对付夏雨昕根本没用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你确定 马可埃他们两个 都能办了吗 咱们看起来不像假的 那就先去查查 夏雨昕和绅士背景 看看这人有什么弱点 好 我 我 要不要跟你说 我不知道你会这样 为什么还要回来 夏雨昕只要一回来 就会遇到危险 她身上到底有什么可图的 还是说他无意中破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马董主动找我 应该是考虑好了我之前的提议 是 我之前的种种要求 这几天我也一直在反思 最近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小马总不妨听我先说说 我妈并不是后悔我拿到了 百分之四点九九的股份 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人 是不会放弃这次生机的 我们家族的生意 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危机关头 说实话 我以前对小马总确实心怀成见 想方设法要拆散你们 让袁斌回到自己身边 专心地管理家里的事情 但是我看到了小马总的努力 尤其是袁斌在不能回家的这段时间里 你还能这么大度地跟他度过 陪伴着他 因此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小马总千万不要补回 我并没有改变初衷 只是改变了方式 我决定把我的股份 直接转给袁斌 我相信你们两个年轻人 会自动地履顺 和处理好这样的事情 早送他 Rosemary 20分钟 今天我们的摄像 我们的曼珈卜 今天还可以补回来 三个年轻人 小马总云 你就会把こう吃 好看 字幕依然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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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为什么把股份转给我 之前你可没跟我商量过 商量 跟你商量管用吗 如果你知道感情的事 也需要能力的话 就不会弄得像今天 这么被动 您什么意思 爸看得出来 你对马可爱一往情深 不能自拔 爸呢 只想告诉你 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 不能显得太弱小 这样 她只会看不起你 只有把自己变得强大了 这个女人 才能心甘情愿地爱上你 明白吗 爸 我说过了 我的感情里面 不希望掺杂任何的利益 爸 这是教你 怎么得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可是 行了 这些股份虽然不多 但是在马可爱和宋天明的PK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好利用它 你不仅可以从中获取爱情 而且 也可以从这场商战中 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举两得 立场也由你自己决定 不受任何人的败买 爸 难道在你的眼里面 什么都可以用金钱来交换吗 难道不是吗 金钱在商场上 就是强者的见证 有了它 你就衣食无忧 没有它 你就什么都不是 如果让我在爱情和金钱面前 所处选择的话 我选择爱情 我先给你 现在的局势来看 我根本没有任何的退路 我绝对不能给宋天明任何机会 喂 阮兵 你现在有空吗 看 我就在你身后呢 你怎么不说话 找我也有事 有 但是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起 边走边说吧 好 其实 我认真地考虑了你父亲说的话 可爱你听我说 这件事我是真的不知道 不过你放心 我回去会跟我爸好好谈谈 我绝对不会拿感情做筹码的 我相信你 我一直都相信 你是真心想要帮我 也相信 这是你爸爸的决定 不是你的意思 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要跟你好好谈一谈 看看 我们两个 能不能先达成一个共识 看 只要你相信我 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支持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绝无二话 那我就直说了 虽然我们两个人呢 在感情上看法不易 但是这不妨碍 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你也知道 我现在资金紧缺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借助感情 收回你手中的股票 因为我跟你一样 绝对不会利用感情 去在生意上做什么歪脑筋 而且 就算是我想要收回 你父亲也未必同意 但是我还是挺欣赏 你父亲的处事态度的 毕竟他在商场 沉浮了这么多年 终归要有一套 自己的处事原则 也许再过几年 也许再过几年 我也会有这样的做法 也说不定呢 谢谢你啊 可爱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能这么理解我 我开始觉得你会怪我 所以我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怎么会怪你们呢 我想过了 就算不是你父亲 买回那些股份 也很有可能会落入 仇家手里 所以 我怎么会说 他买回了以后 交给你是一件坏事呢 不过袁彬 我希望你可以 认真考虑一下 看一看 我们能不能保持一个 深度合作资源共享 争取做到双赢 我想 这大概也是韩伯父 最终的用意吧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合作吧 凯 我懂你的意思 虽然我不认可你刚才说的 我们两个对感情看法 不同这件事情 但是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这样做才是最好的处理 的确 合作目前来讲 是最好的方法 这么说你同意了 当然了 这于公于私 于商业 于感情 我都没有理由拒绝你的 好 那过两天 我们一起办一个酒会 跟大家宣布一下 我们两家强强联手 深度合作的消息 深度合作的消息 一切都听你安排 谢谢你 可爱 我一定会帮你的 一定会让你知道 我有资格站在你的身边 也有资格成为你最坚强的依靠 就知道你在这儿呢 就知道你在这儿呢 就这么肯定我来这儿啊 我还不了解你吗 平时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来这儿喝几杯 陆珍珍真是我的好姐妹 只有你最清楚我在哪儿 我不知道谁知道呀 这样对夏雨昕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韩叔叔来JR了 是 她家庭势力强大 现在执押的情况 确实需要人帮助 怎么 嫌夏雨昕碍事了 想把她甩掉 你也这么想 我当然不这么想了 我要真这么想的话 我能这样跑来找你吗 但是别人会怎么想呀 之前那么高调地 我跟人宣布了恋情 现在又闹成这样 别人会怎么说你呀 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多 我没有那么多心力 叫全世界的人都喜欢 我也顾不上他们 凯艾 我这么跟你说 是因为我心疼你 你把自己放在这个漩涡当中 你不累吗 你 сам好 郑� 我希望 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 你都能像今天一样相信我 好吗 我怎么听着你 这话里有话啊 我让夏雨昕离开 真的是有我的苦重的 那你倒是自己去跟他说呀 能说得出口的 还叫苦衷吗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来吧 陪你喝酒 谢谢你哦 干杯 干杯 你真舍得让我用这个喝 你真舍得让我喝这么多 傻瓜 没事吧 没事 晓晓 你这没上班啊 谁说的 我今天上班了 我上的是白班 还白班呢 你自己闻闻 你深深的酒味 你那上班还能喝这么多酒 其实也没有了 我的确和公司起了两天假 就是想来照顾照顾你 晓晓 我想跟你说个事 说呗 这憋在我心里呀 有不少天了 要是跟你说了 你可跟我说实话 晓晓 你最近是不是有你亲生父母的什么消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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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现在可是我陆震震经纪人的身份 怎么照业地跟我待在一起啊 你这叫萧綦代工你知道吗 萧綦 一个人这样 两个人也这样 操不完的心 行了 跟我回去 陆震震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胡闹 我要去照顾我爸 现在胡闹的是你夏雨昕 留下来照顾你爸爸 你 你自己去吧 开喝 我来图了 你这我就这样我 有点赞 我去找你 我现在照顾我 我闹路了 你的芦 我早就跟她操下 我或许我 大并趣的 tota 坏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来 来 张小姐 好 好久不见 各位贵宾 大家晚上好 预祝大家在此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接下来有请JR集团总裁马可爱小姐 为我们带来开场舞 有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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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relation 王先生 有什麼好話 但是 外部抓緊不返 怎麼能跟得上馬走呢 對不起 你現在的心情呢 我特別理解 來吧 我 你現在的心情呢 來吧 你現在的心情呢 我特別理解 來吧 來吧 怎麼 這就受不了了 看著自己喜歡的女人 和別人調情細細 心裡不舒服吧 我平常教你的你 都當耳邊方 說是她的選擇 我也沒辦法 別著急 一會兒有好戲看 嗯 眾所周知啊 今天的晚宴 是由JR集團 為了慶祝 韓德昌先生歸國 而舉辦的招待晚宴 同時 韓德昌先生 也為我們帶來了一個 好消息 有請 各位 我有消息 要向大家宣布 我想先請馬可愛小姐 到我旁邊來 馬可愛小姐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韓家和JR關係緊密 這次回國呢 剛好是一次奇蹟 我要把這種緊密的關係 變成是一個雙贏的 強強結合 大家都知道 我兒子元彬 和馬可愛小姐相戀多年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很快 我們就會舉行一次 訂婚儀式 我今天先在這兒 跟大家打個招呼 等日子定下來 再通知大家 所有今天到場的都有份 啊 好 我今天不會看到 我今天不是太好 在這兒 我會怕老百姓 但是我會想說 你去照顧 我會想看 你去試圖 你去看 我會想看 你去看 有很多東西 你去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总 请问您选择在这个时候宣布您的公子和JR老板订婚的消息是否比喻人 是不是为了炒作帮助JR渡过难关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韩氏和JR的关心 其实这次合作商业的目的不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孩子之前在泰国就已经情投意合 大家也都知道 可爱曾经在泰国读过书 也不难查出可爱刚刚好和我们家袁斌是同学 因此宣布这次婚约呢 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 没有任何炒作 这么说他们是彼此的初恋吧 可以这么说 因此希望得到大家更多 马总来了 马总 请问您和韩家公子在泰国就已经恋爱了吗 马总 这次婚讯是否可以为JR迎来转机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姑娘俩皮薄 大家就不要再追问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要走过了 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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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R所有股东的期望 全都寄托在你身上 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别挤了 别挤了 往后退 马总 马总 不要再问了 马总 还有个问题 马总 不要再问了 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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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م 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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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马总 可爱 对不起啊 我真不知道事情会发生成这样 怎么样 刚才我配合你演的那场戏 还满意吗 韩云斌 你们父子俩真的太厉害了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把我耍得团团转 我真的是太天真了 既然相信你说的 不会拿感情做筹码 可爱 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爸 为什么突然会宣布这件事情 爸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都说了我不想用感情来做交易 你这样突然做我很为难的 来来来 坐 喝茶 子波 喝茶 爸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爸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我这么做是为了教你 爸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有我自己的主见 我有我自己的感情 拜托了爸 你能不能不再插手我人生了 你的人生是跟韩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点从你出生就已经决定了 你没有选择 你怎么说我 你别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行吗 我太了解您了 您这么做 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是绝对不仅仅是为了我 是 我除了要逼你做出抉择 我 我还想给宋天明一个巨大的压力 逼得他来找我 逼得他来答应我的条件 这样 咱们韩家的利益才会最大化 不是 爸 我没听错吧 你 你跟那宋天明合作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宋天明 无疑是占据上风的 他在国内还有一个集团 你知道吗 集团 宋天明非常想得到这样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也不需要知道 我只想得到利益 所以呢 我想用我的股份跟他交换 你竟然私底下跟宋天明做交易 不 爸 我终于明白了啊 你一直在脚踏两只船对不对 你利用可爱跟宋天明的对决 然后做出余庸之力 然后两边开出同样的条件 生意场上不就是这样吗 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 我 如果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使用这么卑鄙的手段的话 我宁愿不是这种真正的男人 不错 爸 我非常希望跟可爱在一起 但是我不需要用这种手段 让可爱用那样的眼光看着我 我之所以来这样 就是希望我用我的行动 来证明我对可爱的感情 这种感情你根本不懂的 爸 如果有一天你既得不到爱情 又得不到利益 又被宋天明像一只臭宠一样碾死 你就会明白什么叫生意场 你就会明白 你爸今天为你做的一切 有多么重要 就在输 我也要输得堂堂正正的 你说你叫生意之前 卡 我想跟你谈谈 坐吧 关于这次订婚啊 我已经想好了 为了证明我是真的不知情 我跟你一起向媒体澄清的 对我们一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到了她该离开的时候了 我之前跟她不是有两个月的赌约吗 她没有做到答应我的事情 两个月到了 自然就应该离开了 是吗 那 那我还可以 下个不得难受死个动 马总 不会这么绝情吧 这我就不知道 反正我是喊她过来 散散心的 难搞 你们俩藏什么呢 没什么没什么 手机给我 给我 没什么 夏哥 这些可能都是记者乱写的 你别多想 就是这 订婚又不是结婚 再说了 结婚也会离婚的 别乱说话 好了别说了 这事我知道了 我也在等可爱的回应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夏哥 你没事吧 必须没事啊 夏哥是谁啊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马总喜欢的是咱夏哥 肯定不是韩元斌 反正我觉得这事 肯定是韩家搞的鬼 你自己想想看 订婚了 怎么可能还会分手呢 你是说可爱对我还有感情 必须 有 肯定有 夏哥 以我过来人的经验告诉我 你肯定是平常太被动了 女孩子都很缺乏安全感的 你说得好像有点打脸 肯定 我媳妇说的话吗 我确实不能这么下去了 自己的幸福 就要自己去争取 加油 夏哥 我们支持你 杨丽 我爸最近这两天情况不太好 明天 麻烦你帮我召开一下 他明天还要复场 必须啊 咱俩谁跟谁啊 没问题啊 慢点 加油 喝 必须一点 干一个 什么 你们要澄清订婚消息 我没听错吧 叔叔 这件事情呢 我和袁冰 是已经达成共事了 马总 我原本以为只有我儿子不长进 整天生活在童话里 想不到 你经历了这么多风波的人 也会这么想 你知不知道 这种事儿越是找媒体澄清 就越会被坐实 引起很多连锁反应 越闹越大 到时候事情一发酵 还会引起股民反弹 使得股票市场波动 真到了那个时候 这样可真就是雪上加霜啊 我之所以吸纳了JR的股票 无疑是看到你和宋天明之间 在资金和经验上的力量悬殊 算不上帮你 但是至少给了宋天明 一个欺骗性的信号 让他可以放松警惕 如果你现在去澄清 无疑是告诉宋天明 你的背后根本没有支持 而你 没有任何资金周转 这也正是宋天明 对你步步逼近 不依不饶的原因 而我的存在 却给了宋天明 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 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先试探我的深浅 马总 我这是 给你指了一条正确的道理 如果你现在要出去澄清 无语等于自杀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crouch 别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